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有希望的事情是 在过去50年里 几乎每一场战争的发生 都是媒体谎言的结果 如果媒体深入挖掘 他们本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 如果他们没有转载政府的宣传 他们本可以阻止战争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基本上意味着 人民不喜欢战争 人民必须被欺骗才会参与战争 人民不会心甘情愿 第一 睁大眼睛去参加战争 所以如果我们有个良好的媒体环境 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他的观察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你需要在社会中建立某些机制 以便向人民推销战争 特别是向民主社会 但也包括所有其他社会 每当发生战争时 你需要社会的大部分人 至少是那些拿枪然后去杀人的人 你需要他们真正站在你这边 对吧 你需要他们相信 你对当前政治形式的说法是正确的 以及他们需要冲入战场 杀死对方的男人和女人 在极端情况下 杀死某个种族的所有人 直到只有种族灭绝 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以色列和加沙 以及巴勒斯坦之间看到的情况 但重点是你需要推销一种非常特定的世界观 一种人们并非天生就有的世界观 朱利安·阿桑奇在这一点上 非常非常正确 人们默认情况下 是想要相互和睦相处的 他们想要分享食物 如果你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家 最常见的第一件事就是被问到 你想喝点什么 或者你吃过了吗 我们在不受威胁且感到安全的环境中 遇到人时的基本本能 是与他人和睦相处 这就是我们教育孩子的原因 对吧 但是如果你把我们放入像国 加这样的非常大的群体中 甚至是整个全球社会 那么突然之间 某些东西就崩溃了 突然之间 突然一些机制开始启动 然后导致战争 所以实际上 每当我们看到战争时 我们必须理解 已经说服整个人群 认为战争是政治前景必须的 组成部分的社会机制已经发生了 对吧 所以媒体是这些组成部分之一 另一个 当然对于美国来说 是军工复合体 但是你知道 从更大的角度来思考 对吧 想想整个西方的军事工业 但也包括其他国家 如果他们为政治家和商业领袖 提供金钱激励 以便他们配合那些随后导致 他们的产品被使用的过程 然后你就创造了战争社会学的 另一个组成部分 这又回馈到社会结构的 其他组成部分 像智囊团大学这样的地方 当突然间说和平解决冲突 或和平前进或谈判 是正确的事情成为一种罪行 教授们被大学开除等等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况 这就是我想要讨论的部分 这些思维过程 要么有助于战争 要么有助于停止战争现象 例如 我们被迫做X的论点 另一方做了一些事情 因此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战斗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念和论点 然后用来为使用武器辩护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战争逻辑 我们有这种倾向 然后将我们在媒体中被灌输的叙述 与解决问题的解决方 这就是为什么叙事如此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朱迪安·阿桑奇 如此强调媒体的原因 这就是他为什么公布了美国和西方的所有谎言 对吧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入狱的原因 他入狱不是因为他撒谎 而是因为他说了真话 因为他揭露了那些破坏叙事的事情 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做的 所有希望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 使用军事力量的大国 都需要能够以某种方式向其人民出售 关于世界本质的某些叙事 我们可以打破它的环节 要么是在叙事层面上打破它 找到实际传播无偏见信息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 你知道的 美国现在正在打击TikTok 美国正在打击其他媒体平台 欧盟也是如此 中国已经关闭了 我的意思是 它对谷歌是封闭的 中国不是一个自由的信息空间 俄罗斯也不是 所以大国需要控制信息空间 这是控制的先决条件 也是战争逻辑最终发生的先决条件 所以这绝对是我认为 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甚至不是一个 我认为 由恶意影响指导的 但我认为 这可能更多是大型人群 共同生活的自然过程的结果 我们在系统中 Haniel有这样一个漏洞 在两个大团体中 我们发自sumstance开始发动战争 并开始产生这些最终导致战争的社会机制 所以打破这一点的第一种方式 是通过媒体 这就是朱利安·阿桑奇 试图通过危机解密等方式做的事情 第二种方法 是要警惕战争逻辑的谬无 因为即使你被某种叙述说服了 当你认识到某些逻辑模式 或者在你对世界有了理解之后的思考方式 某种 逻辑链条 对 存在着一条你经过的逻辑链条 这条链条会引导你得出唯一可能的答案 那就是战争 这里有我的例子 如果你相信西方的叙述 那就是 2022年2月24日 弗拉基米尔普京发疯了 就这样入侵了乌克兰 因为他疯了 也邪恶 那么逻辑上的结论就是 我们需要站出来对抗这一切 特别是如果你相信下一个目标将是波兰等等 唯一的逻辑结论就是 我们需要站出来对抗 我们需要战斗 就是这样 从一个叙述到一个结论的连锁反应 对吧 另一方面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当然 如果你相信北约的扩张对你的国家 构成了如此巨大的威胁 以至于你别无选择 只能战斗 那么你就必须战斗 同样的逻辑是 用于叙述的双方 对吧 我并不是在判断这两种叙述中哪一种是对的 好吗 我只是指出 如果这是演义推理 那么它会导致你判断需要军事暴力 以海地目前的情况为例 主流的西方新保守主义叙述 是海地处于完全混乱之中 海地人无法解决自己的事物 街头的暴徒和帮派正在接管控制权 如果海地本身 如果人民不能保护自己 不被自我摧毁 那么你就需要一个外部干预力量 这正是新保守主义者 现在正在努力的事情 因此 有这样一个推论 一个非常逻辑的思维链条 然后引导你走向军事干预 现在 这是我们可以抵抗的另一个层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强调中立的逻辑 起到相反的作用 中立的逻辑说 我不知道哪一方是对的 我没有足够的方式来判断哪个叙述是正确的 因此 我就不参与了 一旦你不参与 你实际上就排除了一个可能是战争恶化的因素 中立的逻辑并不消除战争 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他们的扩散 它也可能非常非常刻薄和不公平 因为你自然不会帮助受害者 但问题是谁是受害者 因为在战争中的双方总是声称他们是受害者 所以我留给你这个 不要只是留意你被卖的叙述 留意你自己的推理 当你的推理实际上表明 我们需要战斗 那么你就被卖了战争 然后问题是 这是对的还是不对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想指出这一点 我们有叙述层面 我们有逻辑层面 论证层面 演义层面 在这个层面上 战争和暴力在我们的思想中变得可能 在我们的思想中变得可能